好大陸桌球奥运六金王马龙 曾与我国桌球好手林云如 有过多次交手的经验 还曾经被林云如打败过 而马英九办公室 这次两岸陆生青年交流 出现的最大亮点 就是成功邀请到六金王马龙来台 带你一起来听 我们马前总统已经邀请了 包括大陆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等七所大学 共40名的师生 于今年11月27日 访问台湾九天八夜 与台湾六所大学交流 并参访台湾著名景点 这次陆生团的成员 包括就读北京体育大学的 2016礼约奥运 及2020东京奥运男子 单打桌球冠军马龙 以及就读清华大学 2020东京奥运设计冠军 杨倩 好 这次交流的目的 也是马英九办公室 认为两岸关系 现在空前的紧张 格外需要民间交流 因此也安排了 大陆极所著名的大学同学 来参访 实力的与台湾同学互动 倾听台湾民众的心声 而且是了解台湾的真实情况 他们认为呢 这样有助于缓解两岸气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赞访签认